其實跟真正的歷史都不一樣 什麼叫做歷史 歷史應該就是說 在這個時間的過程裡面 要按照實際發生的事情記錄下來 這是歷史 現在中國人的歷史都是什麼 通締者都是通締者 從真正的影響跟歷史 那叫做歷史 你聽聽有意思嗎 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 反抗外面的人來 反抗的時候 通締者進來一定從這些反抗的人都歷史 其實照著你來說 那些都是我們的影響 是不是 但是你聽的歷史 剛才不一樣 恐怕或是 都是刀 都是 盜寇 就是強盜 還是這個都壞人 你聽的歷史都這樣 是不是 所以 你就要聽得很清楚的了解 你說中國的歷史 裡面說是影響的 你現在都要存疑 你現在都要存疑 前面說那個壞人 你現在要替他平反 台灣的歷史 從1895年馬關條要開始 台灣這個土地上頭的是沒有人的 什麼人生來 什麼人的 但是你生來 以前這個三問題 租款的觀念 事實上 在台灣人來的 包括中國人 都沒有那個觀念 以前的所謂的租款是什麼 管轄權 我可以管 表示我有主權 其實 在這個國際的建政法 跟國際的法律 國際法裡面 所謂的主權的意義 並不是這樣 所以主權的意義 到下面 在演變裡面 有根據人民主權 跟一個實際的主權 選舉罷免 創制覆決 這種的 其實也不是叫做主權 這是叫做人民主權 因為到下面 這個世界 是都說 人民有管理 人民有管理 其實 在那現主持的 這個了解的 情形的意情 全世界 都是帝國 都是皇帝 歐洲也好 東南亞這邊 也都一樣 都是皇帝 帝國 你想想看 日本皇帝 青條皇帝 南皇帝 柬埔塞皇帝 但是福利賓 比較不一樣 福利賓很早就去 西班牙 給他殖民 在美西戰爭的時候 西班牙這塊土地 來掛給美國 美國 西班牙 掛給美國 以後 美國是用 占領的心情 來這個福利賓 要請的人 是怎麼 要來福利賓 要他濕民 濕民地 都是怎樣 都是比較強的國家 將你的土地 把你占起來 然後 要利用你這些人民 去生產 他這個國家 要擔的東西 福利賓就是生產 什麼 生產這個 做 煙草 生產 什麼 湯 給這些東西 所以美國 他將福利賓拿回來 他拿起來 福利賓人 比我們台灣人 還好 我們福利賓人會怎樣 成立民政府 福利賓民政府 所以 1898年 美西戰爭 1899年 美國擁有西班 這個福利賓人 福利賓人很低空 不聽他的統治 所以福利賓的 國父叫做Akino 他們率領 尤其對 美國的正規軍 修剪 當然他要跟美國剪很困難 怎麼說呢 武器絕對沒有人的好 但他很聰明 他在福利賓有幾千套 他會打牌 他要走這樣 可以嗎 可以了 所以只要你打他 他走他隔壁 只要你打他走他隔壁 美國人抓他不到 所以美國人下去導航 1934年 美國 跟Akino說 來來來來 來講來講 這樣啦 國華通帝十年 十年是什麼 因為福利賓一些生產的東西 他拿來去投稅金 十年以後 我幫你幫忙 叫全社會給你生意 說你福利賓成立國家 我們台灣人都不知道這大國術 所以1934年 然後這個福利賓的民政府 把他簽名 叫阿kino 福利賓的國府 他說好好好 這樣好 十年 但是運氣不好 經過八年 1942年 我這個土地去到日本人接的 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 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 1941年12月8日發動太平洋戰爭 之後 1942年 叫他 但日本人去佔這個土地 我們聽說 日本人那時候叫做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他們遇到國際法的人 很多 他們 尖利後 他也用國際法 佔領法 從福利賓依照佔領法 來統治 所以你看 福利賓人對日本人的態度 很好 很好 所以你看現在現主席 在祭拜建國神社 全世界跟我們兩個 所在你反對 一個誰韓國 一個誰 中國 韓國是怎麼反對 因為韓國 他是感覺說 日本人去把他統治的時候 用殖民地的那一種心情去統治他 所以 韓國人反對日本 當然他有很大的部分是受於中國的影響 日本在這個中國 他是怎麼分的 聽說中國人是很壞的 包括所謂的南京都大屠殺那些 因為照理事來說 哪有可能說 兩天台西幾十萬人 絕對沒有那一回事 建青西人是一定的 但是他說台台台 聽到這麼多 聽說 你自己要做判斷 但是我告訴你 我的看法 我的時間的推論 跟那個數字的推論 我說那個計 但是因為中國人很愛 用一個民族主義 來煽動他們中國人反對日本 說回來的福利賓 日本去掌握福利賓 他朝起康來喔 他佔領以後 他也讓福利賓成立民政府 一起都叫國際法來去做 所以 之後呢 經過兩年 1944年 這個麥克阿瑟 將福利賓還收到回來 這樣剛好 1934年 經過八年 1942年 兩年 日本人說 所以1944年的時候 菲律賓的民政府 又跟美國說 欸 你上面給我答應說 十年喔 還有兩年就夠了喔 所以在1946年7月4號 菲律賓在美國的幫忙之下 選擇 獨立建國 菲律賓是這樣 我們台灣是很難問的 那當時 讓美國人 做得真正打一個臺灣 坦白說 可能台灣人會死 死掉一部分人 但是怕你不會那麼艱苦 我們怕他就 跟美國的土地都一樣 跟這個什麼 官都都一樣 但我們要求難問 叫中國統治 1943年 也跟那個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的時候 美國 跟英國 他們不知道說 1945年 逝過之後 日本天皇 會在台灣實施明治憲法 所以 他當然是說 如果前年 我們很願意把台灣跟澎湖 交給你中華民國 那當時如果台灣是殖民地 可以這樣子做 但是 台灣在1945年4月1號 按照國際法 萬公法 因為日本實施明治憲法 就已經變成日本天皇的土地了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所以這個土地是誰的 日本天皇的 所以1943年 還有一個問題 是開羅宣言 中華民國的庫文給你寫開羅宣言 所以 台灣 譬如 建政以後 行中華民國 但是真正在 1952年 1951年 簽《舊金安和平條約》的時候 美國寫《舊金安和平條約》 杜勒斯也知道說 這個土地已經是日本天皇的了 不能夠還給中華民國了 已經沒辦法憲了 再說一遍 在那個時候 開羅宣言的時候 這個土地台灣平友什麼人的 1943年那時候什麼的 建政還沒結束 誰的 日本天皇的對不對 我們兩個 我們親戚 我們一個人來跟我說 我們兩個 任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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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總統府送你 可以嗎 可以嗎 你們覺得可以嗎 一樣的道理啊 台灣澎湖不是你美國的啊 台灣澎湖不是你英國的啊 你怎麼可以說戰爭以後我們就給你 不是你的東西 竟然可以說戰爭要送你 那如果你有一個車子 我們兩個說 欸 任憲法 那車車你的 可以嗎 你當然也好 我才不知道好 都不行嘛 才不是 所以開羅宣言啊 開羅宣言在法律上 那個好像大便一通啦 五號啦 你們聽到嗎 我問你呢 今次就以前跟我們說 1942年12月9號向日本宣戰 取消不平等條約 你有投這段嗎 有沒有 有投這段走 你們這樣和修學就沒投嗎 庫本有啦 他說取消不平等條約 有沒有 我問你呢 建經一奧 所簽的條約 哪一條是平等條約 你的建書要怎麼簽平等條約 建書的人喔 既在人啊 我的建書隨著你啦 你為什麼 叫我背這就背 叫我怎樣就怎樣啦 土地要掛給你就要掛給你啦 所以本來 就沒有所謂的不平等條約這幾個月 所以你不用取消 所以取消不平等條約 只騙我們台灣人 全世界沒有什麼 不平等條約啦 條約都是平等的啦 都是你開心感到的啦 你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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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喔 聽不到我再跟你說喔 如果聽到我就不再說了 你都聽到嗎 所謂的平等條約 戰爭以後 所簽的條約 絕對是不會平等 一定是建的 比較優離 建白 不利 你說我要取消 他要創造 說他是台灣人的心目中 他是一種英雄 你聽到嗎 所以有很多 中華美國歷書課本 你要看的時候 不只是從後面看 從後面也要去看 1941年12月9號 中華美國歷書課本說 蔣公騎著白馬向日本宣戰 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 有嗎 有嗎 我問你呢 你不要去那裡查 那時候蔣介石什麼身份嗎 他如果要宣戰 他不就要做總統 你才當宣戰 還不對 那時候在做什麼 你不知道 來 我給你看 那時候1941年12月9號 對日宣戰 我告訴你 這個宣戰 在國際上沒有被承認 那時候中國有三個中國 英格來講四個中國 第一就是這個 國民政府 他還不覺得什麼中華民國 國民政府的總統是誰 他也不是總統 叫做主席 什麼人 林森 這跟我一樣生 有嗎 後面還有 有 後面有一個行政院長 剛才叫做蔣介石 行政院長可以宣戰嗎 我問你可以嗎 不行 你看這個宣戰的書 很好笑 裡面 他現在選前 他沒有當時開始選前 國際上真正正正正的對一個國家的宣戰 一定要有時間 地點 時間要加什麼 幾年幾月幾日幾點鐘開始 我對你宣戰 美國那時候 布希總統 對伊拉克要選起來的時候 讓他在白宮 他說 你伊拉克總統你要離開 48小時之內 你如果不離開 我可以全面轟炸 幾點幾分轟炸 什麼條件 那叫做宣戰 結束的時候 也是一樣 幾點幾分 我們停止戰鬥 這叫做結束 但是結束不叫做 我問你 來來來看我這裡 第二次世界任何時候宣告結束 我們現在看的副本 全看的本 都黑白色 哪一天是宣戰 當時宣戰 我問你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什麼時候宣戰 中間 你想得對嗎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八 古金山荷兵 生效 那一天叫做宣戰 1945年8月15號 日本天皇宣佈投降 不叫宗戰 那基本就是停戰 停機建經而已 隨時發動建經 再開始都會有可能 所以我們讀這個法例 很清楚啊 所以一九五一年的九月八號 簽這個就金山和平條約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號 好 就這個和平條約生效 那天開始 這是真真正的宗戰 現在台灣報仇都在黑白色 這黑白色 這黑白色 台灣如果黑白色 中國人怎樣都這樣黑了 台灣人以前是很勤奸 但是現在台灣已經很勤奸 這個貴旗 但是現在呢 公、北、菜、碰、風 中國人所有的誇張 台灣有得很嚴重 你不能看台灣 台灣是一個很好的民族 你知道嗎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 全農全佈台灣 你知道台灣的敵事多好嗎 那兩個人裡面 中華民國軍隊還沒進去 台灣沒有警察 沒有軍隊 但是台灣的治安 零 反對力量 跟我們日本一樣 日本的那個子媽咪 海嘯發生的時候 雖然死幾個萬人 跟日本人怎樣 收起去 我印象最喜歡 全世界都給他學路啊 他們為了要洗 他那邊排隊買東西有嗎 排得有夠長 其中有一個黑白色 沒辦法到他的時候 他搖死去 倒下去 台灣人覺得奇怪 你怎麼這麼誇張 你搖到這樣 你不要讓你生氣插隊一下 買一個麵包 就不會死了 他甘願自己搖死 他照想要排隊 台灣人在一九四五年的時候 一樣的表現 那時候全世界的補照 都說台灣是很了不起的 日本的這個子媽咪 海嘯的時候 大家也學路日本人 你也有看到補照 你不會把他學路嗎 你會把他生氣啊 你不用生氣 我們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務 要注定的就是 我們要恢復 以前大日本中國 那當時 台灣人 這麼高速 在台灣人 但是 很高速 中國人通在台灣以後 台灣現在很多都很有名 第一個詐騙集團 台灣很有名 全世界 差不多 人騙了 我跟你們說 這實在啊 那詐騙集團 有的我看到 是很年輕的耶 說的檢察官 蛤 那鐵騙集團 說的檢察官 台灣人 怎麼這麼相反 因為台灣人 對自己本身 沒有自信 那都沒有自信 所以呢 我要跟我們各位說的 新台灣論 你一定要討 我沒有跟你騙 你來這裡 就是要討那本新台灣論 現在和歐美 日本 很多人 台橋回來了 都說要去 新台灣論 很多人討 這個新台灣討 就沒有討論 說實在 你覺得沒有討論 對不對 我也沒有討論 對不對 但是 但是 這個新台灣論 裡面所有的每一個問題 都可以 蓋你解決 所有你心中的疑惑 當事發生 你如果找不到答案 你在這裡找 你就會得到答案 所以 我可以在這個地方 很不客氣的說幾句話 很大聲的說幾句話 台灣早晚 他怕像我們台灣人自己的路 這條路就是 新台灣人裡面所說的路 這條路叫什麼 叫做 台灣會變成主題 現在美國 那個羅素 他說美國要支持台灣主題 一些台灣的獨牌 很高興 更快美國要支持主題 雖然他沒有要支持獨立 要支持獨立 那個主題 什麼叫做主題 オトノミ 英語的オトノミ 雖然是叫做主題 台北 還有一個叫做self government 這是不一樣 這也叫主題 主題就是說 你上面有人的主題 跟你上面沒有人的主題 不一樣 美國羅素說的主題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中華民國的主題 那有的人不知道 三在黑白色 我說美國要支持主題 人家是說中華民國 不是說你台灣人 你台灣人的自治 是一定要日本天皇允許之下才可以 這個土地要跟他的 所以我跟美國說 跟他的 我這樣選擇 很簡單 你去跟塞尼 塞尼有效嗎 有效 我們一年 每一年的十二月二三 日本天皇的生日 都派幾百人 去日本的皇宮 去萬載 當時每一年 都穿同樣的衣服 黑色的衣服 敗在那個地方 你如果有機會看到影評 你就知道 因為 我們有跟日本天皇說 日本的公立廳 都挑戰我們這個隊 出來在日本天皇 三十公圈的頭前 一次都兩十萬人 哪有這麼多年 哪有這麼多年 哪有剛才每一次都去 都擺在那個頭前 那個不是巧合 那是故意安排的 日本天皇喜歡看到我們 我們已經達到目的 今年我們媽媽想要去 十二月二十號 但是你們還沒有主意 十二月二十號 有你們國旗班 剛才那些人 那些人差不多 在那裡可以 就是下一節的國旗班 如果比那些人 一四人 一定要去這班 日本天皇 不過跟你們當時 不知道還有嗎 因為現在開始報名了 要穿這個 我們去的時候 都受到特殊待遇 但我們去是代表台灣民政府 代表台灣民政府 代表台灣民政府 一定大家都穿同樣的 世宗黑色的 在那裡 拿日本旗 拿台灣民政府的旗 日本的警察 日本的人民看 我沒有騙 因為他們 他們都知道 他們現在都知道 他們開始就知道 台灣民政府的論述 他們現在日本的團體 派他們來取經 很多台灣人 中華民國的人 去日本就要去找 眾議員 參議員 對不對 很多台灣人 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他們要來我們家 水晶要上課 你看看 我們現在 反而有得意就對了 去年 八月十五月的時候 我們去日本 我們跟日本說 我來帶你去製造 因為子媽咪 海嘯 那四十多人 在當場那四十多人 整個都很荒涼 我們跟他說 我們還要去製造 我們還要去製造 一個植樹的基金 我們是很厲害的 沒有錢 我跟他說 我們沒有錢 還要去製造 一個植樹基金 但是那沒有多少 說給他不好意思 一百萬日幣而已 但是 一百萬我們大家去 但是大家聽說 很有名字 日本人感動 跟麥塞 在你製造 唱歌的時候 國歌的時候 日本麥塞 現在流 在那裡 那不是價錢的 政國神社 我們一個人騎下去 所有兩三萬人 都跟我們拍手 去政國神社 對不對 大家都跟你拍手 那道友也很好 他說 他說 我早就有三四十年 第一次這麼年來得意 那日本人這麼尊敬台灣人 以前台灣人看不見了 但是現在不一樣 他也不會說 哇 現在的台灣人 和我們日本時代的台灣 是不一樣 以前是我們去幫你討論 我說什麼討論 事實現外以後 大家都在北上 什麼討論 都在北大 所以 因為 日本人 真的很感動 我們 他們說 真的在台灣人 這個日本時代 那些情勢 都有勞 前途現主席 日本人 如果四季 打開 都沒有打 我告訴你 那時候 有戰爭失敗 都沒有打 尤其 現在日本 和過去的大日本地 都不一樣 但我們現在是 要再大日本地國 憲法刺激 在台灣 要再死 就是 現在我們做大兄 本來第一 大兄 大兄死了 全中死了 現在生出來的是第三 老三 老三 所以看到我們老三要怎麼 要走下去 要叫我們阿姨去 對不對 所以我跟日本人說 他也扶扶扶扶 他說 他們沒想到說 我們台灣怕你 所研究的這些東西 是比較實質 合乎國際法 合乎戰爭法 就是說 我們台灣人 我們自己要更堅強 真的更堅強 我們 除了堅強以外 我們對於台灣的地位 要堅持 但你千萬五千 學一個初級班 高級班 以後 就表示說 你都沒了 有很多 差很多 所以美國這點 對我們台灣民進 有看法 因為台灣民進 有真好 像初級班 到國北班以後 好 就分分處理在開店 還有開一個什麼 美國台灣政府 去佔中興新春 說這樣執政 你聽到嗎 去佔領中興新春 一圈上 坐在新政府 的位置上面 說這樣執政 我的頭腦是怎麼想 我怎麼想不到 你敢想 如果你要去佔中興新春 不僅去佔中興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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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佔中興新春 你是要做什麼 這樣可以宣布執政 我實在 既好笑又好氣 不知道要怎麼說 才好 偏偏就是有 差不多一百個 那些黑鯉上 黑鯉上 黑鯉上 被揭開了 說實在 他們是為了一塊便當 跟一塊鯉上車免費 現在那些人 在南道的電話裡起手 現在起手的時候 那些本來在帶領的 都是美國籍的台灣人 七八的都是 現在都選 選回美國 現在海市的台灣人 黑鯉上 黑鯉上 在檢察官上訴 這棋搜裡面 廣中叫棋搜 這樣有價錢 還有一段 又有趣 秘書長 你說台灣人是日本人 喔 現在講在他聽 已經派人跟我講了 說要給我們 付錢 最近 最近 那裡的先生 有一個出來主秀 他說 你跟秘書長說 拜託 沒有啦 我犯的錯 他不敢直接跟他說 跟我們同志說 叫他跟他說 他說 那工業廳 那都嫁 我說是怎麼嫁 原來他以前 在日本開餐廳 那個客人 他都做工業廳 還好想喔 台灣現在也有二三十個交換 交兩千塊 還要拿日本護照 台灣人怎麼猶到這種形 兩千塊可以拿台灣護照 日本的護照 現在自己知道 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 反正如果有事 我要選 我要選 我選 那一本 現在選 那一本 現在 老的這三四百 就沒目視完 你聽到沒有 所以 因為 雖然有來想 我們做一班 跟國一班 跳出來說 要做什麼 做一 我可以告訴他 說 都不可能 你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美國 都只要聽 你林志生一個人的歌 你會覺得奇怪嗎 很簡單 韓國 就是小時候 以後 韓國的人 也成立兩個韓國民政府 一個 就是叫建政法 他們當地自己組織 日本導航 他馬上組織韓國民政府 另外一個組織 就是 他當中在 傷害流亡的 韓國政府 叫做Korea傷害 也比較快 成立韓國民政府 那不是兩個政府 對不對 美軍一個教育 將那兩個民政府 都換掉 扶持一個人 叫做扶政西 你不要再聽過 扶政西 你以後跟扶政西說 你去組織韓國民政府 要做建 跟伊拉克一樣 伊拉克跟美國跟英國 打進伊拉克的頭前 伊拉克有十幾個民政府 進去以後 美國說 你們十幾個都停 他為華正恩第一 他老早就成立一個伊拉克民政府 叫他回去 他給他交代 我給你三個月的時間 組織伊拉克民政府 現在伊拉克民政府 就是這樣起來 流球也是一樣 現在台灣 為什麼台灣的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要叫我來用 原因是什麼 兩大理由 第一個 美國 顧美國的是什麼人 黑白說 是爛 不是林志生 你聽得到嗎 那個叫做爛 我們 你參加台灣民政府 你就是其中的一位 為什麼美國只要找一個人 因為如果找這個人 如果違反美國的意願 要把這個人收拾 打得比較簡單 如果一大堆人 美國要打什麼 打不完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他一定會支持一個人 第二點就是 我去美國 這個論述是什麼人 論述就是林志生 當然 當然 美國會百分之百的相信林志生 但是 我有絕對的權利 我就有絕對的責任跟義務 我要付正義嗎 我有這個管理啊 我有這個管理 甚至 我們這個單位裡面的總理 或這個單位的副主席 違反我們的民政府的法理 我有權利把它免職 但是 就是 我也有義務 要有正義 要有正義 要負擔所有的正義 繼續明天再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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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